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观察到函数图形都在这些切线的上方 也许可以透过这个件像诠释对应的概念 同样的 我们在右边图形描绘对应的切线 发现函数图形都在切线的下方 于是我们将这些观察具体的陈述出来 得到以下的定义 我们称函数F5白词的图形在区间i是上凹的 就是指对应的函数图形都在切线的上方 以及左边所代表的图示 相对而言 我们称函数图形在区间i是下凹的 就是指对应的曲线位于切线的下方 以及右边图形所代表的概念 虽然我们透过函数图形和切线的对应位置 定义上凹和下凹的图形 不过这个定义在实际的操作并不容易使用 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发展其他的技巧 来回答相关的问题 幸运的 我们可以藉由二阶导数的变化 来克服这个困难 如同上方定理的叙述 如果函数f的二阶导数 f's 在ab区间是大于0的正数 则函数f的图形 在这个区间就会是上凹的曲线 另一方面 如果二阶导数 f's 在ab区间是小于0的负数 则函数f的图形 在这个区间就会是下凹的曲线 由于我们已经熟悉计算二阶导数的方法 若能搭配这个定义的技巧 将会为相关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 现在我们搭配左边的图形 说明叙述a成立的理由 先假设函数f的二阶导数 f's 在这个区间都是大于0的正数 借由先前学到判断的递增函数的技巧 因为二阶导数f's 是一阶导数f's为分之后的结果 所以在f's为正数的情况之下 f's就会是个递增的函数 这说明当变数x 由左至右变化的时候 对应的切线斜率会逐渐变大 除了透过进阶理论的验证 我们可以利用图像 理解在这个前提之下 对应的函数图形都会位于切线的上方 所以函数图形就符合上凹的定义 验证了定理中的a叙数 同样的 我们搭配右边的图形 来说明b叙数成立的理由 先假设函数f的二阶导数 f's 在这个区间都是小于0的负数 借由判断递减函数的技巧 因为二阶导数f's 是一阶导数f's为分的结果 所以在f's为负数的情况之下 f's就是递减函数 这说明当变数x 由左至右变化的时候 对应的切线斜率会越来越小 在这个情况之下 对应的函数图形都会位于切线的下方 所以函数图形就会符合下凹的定义 这也说明b叙数是成立的 透过图形上下凹的特性 可以衍生另一个对应的概念 也就是画面中间所介绍的反曲点 我们称一个位于函数图形 y等于f's上的点为反曲点 就是指函数f's 在这一点对应的位置是连续的 换句话说 就是指函数图形在这一点没有中断 而且图形上下凹的特性 恰好在这一点产生了变化 也就是函数图形在这一点 由上凹变成是下凹 或是从下凹变成是上凹的 反曲点的概念其实相当直观 顾名思义 即为函数图形在该点弯曲的属性 产生了变化 我们可以借由以下的图形来展示这个想法 首先在第一个区间 我们可以利用视觉直观的判断 对应的函数图形是下凹的 而在第二个区间则是上凹的图形 接下来的四个区间 则依序为下凹的 上凹的 上凹的 和下凹的图形 然后观察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区间 相交的位置批点 显然函数图形在这一点是连续的 而且图形恰好在批点 由下凹变成上凹的形式 所以批点满足上方的定义 它是这个函数图形的反曲点 另一方面 我们观察右边Q点的位置 虽然函数图形在Q点也是连续的 不过Q点的两侧都是上凹的图形没有变化 所以它不满足上方的定义 因此Q点并不是一个反曲点 为了进一步应用这个技巧 我们示范解答下面的范例 找出函数f of s 定义为s的四次方 减4s三次方 加10 对应的函数图形 分别为上凹或是下凹的区间 藉由上方定理的技巧 我们可以透过二阶导数来回答这个问题 先算出函数f的一阶导数 f's 利用多项式的微分公式 f's 等于4s三次方 减12s平方 再次微分 算出f的二阶导数 f's 结果是12s平方 减掉24s 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利用因式分解 将它写成12s 乘以x减2 接下来 我们搭配数线 进行区间的判断 先画出对应的数线 并标示出二阶导数 等于0 或是二阶导数 不存在的地方 透过上方的因式分解 我们标注0和2的位置 接着 我们在下方 标示二阶导数 f's的数值 显然在0和2的地方 都会是0 所以 我们把0 注记在下面的位置 由于0和2 将数线分割成三个区间 所以 我们判断 f's 在这些区间的数值 首先 在第一个区间 也就是小于0的地方 利用上面的因式分解 在这个范围 12x是小于0的负数 而x-2 也是个负数 所以进行相乘 f's's的数值 我们将称为0的帖数 如果以下方 我们将代表 帖数的正号 注记在这个区间的下方 在第二个 0到2的区间 因为12x是大于0的正数 而x-2 是小于0的负数 所以相乘之后 f's是小于0的负数 因此我们在第二个区间的下方 使用负号进行助记 最后则是大于2的第三个区间 在这个范围 不论是12x或是s-2 都是大于0的正数 所以相乘之后 f's也是个正数 我们也将这个结果 以正号标注在第三个区间的下方 接下来套用上方的定理 在小于0的第一个区间 因为二阶导数f's是正数 利用定理的a叙数 函数图形在这个范围是上凹的 在此我们利用开口向上的符号 标注在这个区间的上方 来代表这个结果 至于在0到2的第二个区间 由于二阶导数f's是小于0的负数 所以利用定理的b叙数 函数图形在这个区间是下凹的 我们在第二个区间的上方 书写开口向下的符号 来标示这个结论 最后则是在大于2的第三个区间 因为二阶导数f's是个正数 所以再次利用a叙数 函数图形是上凹的 我们在第三个区间的上方 画出上凹的图示来展示这个事实 最后我们可以做个总结 函数f's的图形 在负无穷大到0 和2到无穷大 这两个区间都是上凹的图形 而在中间的02区间 则是下凹的图形 不仅于此 显得在变数x等于0和2的地方 函数图形分别由上凹变成下凹 以及由下凹变成上凹 也就是上下凹的特性产生了变化 所以就会有反曲点 在对应于x等于0的地方 反曲点就是图形上坐标为 0f of 0的位置 以及坐标为010的点 而对应于x等于2的地方 则是以2f of 2为坐标 也就是坐标为2-6的点 这样就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 要判断一个函数图形 在对应的区间 是否为上凹或是下凹 我们可以透过二阶导数 它是否为正值或是负值 来加以回答 而正因为如此 就让我们有足够的工具 对于一个函数的性质 去进行更完整的分析 有一定的问题 到这个时代为最后的地步 是否会有关系 我们在对应于是最后的地步 在对应于是最后的地步 最后的地步 是最后的地步 就是最后的地步